民运人士张子云在中国读初中时 因为翻墙看到了《九评共产党》这本书 使他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因此当全班同学都加入共情团时 只有他一人拒绝入团 接触到翻墙软件 我第一个看到第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《九评共产党》 我发现《九评共产党》里面讲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符合我们现在在中国的社会 符合中共一手谎言一手暴力 他也将《九评共产党》分享给同学 令他们都明白了真相 在国内时 张子云也曾因为在微信发表支持香港的言论 被带到警察局去询问 在2020年来到美国后 他决定声明退出曾经加入的《少先队》组织 与共产党彻底断绝关系 他希望所有好人都跟中国共产党断绝关系 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党、共青团和《少先队》组织 根据大纪元退党网站最新数据 目前人数已达到3亿8150万4417人 在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后 许多人纷纷退出中共一切组织 选择美好的未来 新唐人记者杨阳 洛杉矶采访报道